接著所在位置后方就是竹122线道的49公里处 透过画面可以清楚看到有大面积的摊坊 而土石目前还在持续滑落中 新竹县政府也已经拉起封锁线禁止民众通行 竹122线道三天前边坡开始掉落石块 24号已经造成大约6000平方公尺摊坊 由于该路段是新竹五丰乡通往土厂部落重要道路 居住在白兰部落的桃山国小老师提到 有少数几位住在土厂部落的学生 因为道路受阻无法前来上课 土厂他们也是要先到白兰绕下来 对啊 因为他们也只有那一条路可以绕 可是现在学生 像我们有学生有爱巴 那爱巴他平常都是从梁山上去到白兰 然后再到土厂接 然后从青泉这边下来 可是今天就是封户之后 他们就没有绕到土厂去接小朋友了这样子 新竹县政府公务处24号前往逐一二二线道 摊坊处会刊 边坡上方不断传来土石摩擦声 公务处指出22号中午有派员前往抢修 但抢修人员不幸遭落石击重 松衣诊断为粉碎性骨折 考量雨势还未停歇 目前只能先封闭道路 我们把现场来看就已经可以说是继续的落石 那我们拜托我们公务处要会同中央 严民处还有林务局还有农委会 相关的单位来做 请公务处赶快把主67线部份再把它加强各方面的 道路的各方面的那种传统 新竹县长邱靖淳表示 逐一二二线道需要中央相关部会前来进行地址调查 呼吁民众暂时改走逐67线作为替代道路 不过绕道路程将比原来时间多数将近一小时 记得旧谷比亚新竹武风采访报道